字幕志愿者 杨洛 李宗盛 好的 兄弟姐妹 让我们在聆听主的说话以先 让我们一起再次以祷告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 交到我们主的神的手上 多谢你给我们能够有生命有气息 能够仍然是站立在地上 经历上帝你的创造 明白上主你的说话 一同以敬拜仰望在你当中 为此一连串的事情 都在此现上感恩 求主你给我们 有一个感恩的心的同时 也都晓得怎样 以行动去将这份感恩活出来 向上主你的心思意念去努力 一同的将 这个拯救的福音 能够借着多方多法 来到去将它去展示 让人明白 我们求你的帮助 当我们在聆听主你的 启示的过程当中 也都肯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准确地去拿捏当中的意思 明白上主你的心愿 好想我们都能够 人生所走的道路 是一份能够得蒙主你所契约的人生道路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以靠 不知大家在心目中有什么人 或者有什么事 行常地都在牵动着你的心思和意念呢 我曾经跟一个好朋友去谈谈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一把年多了 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谈的 不过谈的题目不单止就是说 究竟现在做些什么 我们在那个时候还要运回很多 究竟我们的灵性上面 因为大家都有基督徒 有些什么很影响着我们 我和这位好朋友谈谈的时候 他就和我分享了一件事 我都很多年都没想过 也都对于我来计 没什么需要去想的 就是他说原来一直这么多年来 几十年来 最影响着他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初戀 我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突然他会和我提到 初戀这个问题呢 我就邀请大家想想你的初戀是怎样 他说原来对于他自己做了几十年人之后 初戀是最令人不生难忘的事情 而这个的经历或者初戀呢 也都影响了他在往后 和很多人的关系上面那种的 建立那种的模式 他说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 但是初戀对于他来计 对于感情的问题和人的友情 也有很大的影响 即或是他已经已婚多年 他的配偶也都非常之好 但是仍然令他很细微的 就是当时的初戀的经历 令他真的有很多的怀念和后悔 我相信呢 人生当中就不仅仅是初戀才叫人怀念的 当然啦 如我认识这位好朋友 最理想当然是初戀就是最后的配偶 但是事与愿违啦 但是在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是不断地营绕在我们的人的心中 而且这些事情也都一直地牵动着 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 而作为一个基督徒呢 这些的经历甚至可以直接地影响着 我们的灵性的发展 而今天我们去看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第26章17至到第25节这一部分 我们就有一个题目 就是究竟有些什么在牵动着我们的心思 提出这个题目 让我们去再想一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是往着一个什么的方向在发展着 会不会是你以前的某些事情 会成为你今天的灵性的成长的阻碍呢 又或者会不会以前你曾经经历过的事 可能促进了你那个灵性的发展呢 不如让我们再次去看这段圣经说些什么 让我们很仔细地了解一下 或者同时探究一下 我们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灵命 有些什么在牵动着我们向上帝这条永恒道路的发展和走向 不如我们一起再次打开这段圣经读下一次好吗 让我们熟悉一下这段经文 其实这段圣经不是陌生的 尤其是对于基督徒 不过有很多细节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忽略的 让我们一起再次读一下吧 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 第二十六章十七至到第二十五节 随敲置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如月节的言直 要我们在那里给你预备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 都某人那里 对他说 夫子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如月节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 就去预备了如月节的言直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直 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料 他们就甚丘仇 一个一个地问他说 主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同我暂守在盘子里的 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 拉比是我吗 耶稣说 你说的事 在这段圣经的前文 我们曾经看到有关于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你心目中有些什么是你最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你看看前文那段圣经多次提及到钱银价值观等等的问题 我们看见当时有个女士来到高耶稣 在这个白大尼的大麻风西门家里面 门徒看到他这样的行为 很不高兴 因为这瓶的高是很珍贵的 门徒的眼睛一直都看钱 这个女士看的高是很匹配给耶稣作为高耶稣 去成为一个尊贵的贵族的殡葬的需要 但是门徒不是这样看 更可怕的就是 犹大这位会出卖耶稣的 更看到耶稣只不过是值某一个数额而已 多少啊 三十块银钱 前文一直都说很多有关于价值观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东西 是认为最有价值 于是乎这一样东西 就一直牵动着那个人的灵性一路走 有时有些新闻听起来会比较讽刺 不过也是事实的 曾经在某一个国家里面 他们那些人为了买一部苹果手机 你知道苹果手机是多少钱 牧师就没有买苹果手机的 不过我都知道苹果手机是不便宜的东西 至少都值七百元八百元加币再加税 最便宜的那一部 贵一些那些 千多二千元都有的 记忆体比较厉害 比较大一点 是吗 某个国家的人景研究胆 去做到一个现象就是去将自己身体的器官出卖 然后去卖了之后的钱来去买一部手机 听起来好像很傻一件事 或者你会说是否作的这些故事 我当他是作也好 我当他是作也好 当一个人认为某一样东西是最有价值 他很想得到的时候 他就会分身付出去得到那样东西 他就会分身多了一点 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啦 但是人始终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东西 是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 而这东西也会影响你的心路历程 每一样的事情行的断定 你都基于这个你的决定 所以什么是你最有价值的东西 就成为了一个最影响你在你的人生路上的抉择 而作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上帝的价值 有不同的取向的时候 也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上的成长 甚至会不会借着属灵的事情来谋取 他自己的利益 好像很多人走来去到在神的面前侍奉 其实只不过是想透过这个宗教机构 去得到一些利益 来到今天这段圣经 就进一步将这一点清楚暴露出来 不过在未暴露它出来之前 耶稣首先就做了一个提议 要教导我们怎样去到 跟这些影响我们的思想脱欧 我们从第17节至第19节里看见 耶稣在这里藉着一些教导 去让门徒明白到要从一个惯常的 或者普遍的人的取向 将他学习怎样脱了引诱和紧扣的勾 免得让他一直牵着去走 我读一次给大家看 第17节至第19节 他说 单纯的就去预备了如节的这言直 单纯就这样一纳纳下去 我们就会觉得 哇 耶稣也挺霸道的 说要守如节言直 说守就守 他喜欢去哪里守就守 他想去哪里去就去 于是乎就叫门徒 你随便走进耶路撒冷城里面 随便找个人说 而我才会在你那里进行如节言直 是否这样意思呢 很多信徒看这些经文 不详细理解究竟这段圣经 说了什么 于是乎很容易有这种错误的感觉 我们只是去看这段圣经说了什么 第一 这段圣经一开始说到 是一个随敲的第一天 我在和合本的翻译就说 随敲节的第一天 如果我们有英语圣经的话 或者你晓得希腊文更好 或者你听牧师说 牧师教你用Blue Letter Bible查经的时候 我们网上有很多很好的大兄姊妹 她听完我说之后 她真的用Blue Letter Bible 来核实圣经说的东西 尤其是牧师你说过的东西 她真的核实看看牧师有没有错 她不是挑战牧师 她真的很想去印证到牧师看的东西是对的 我觉得是好事 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一节圣经里面 一开始是这样说的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Now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在NET里面的翻译 都将这一天译为 First day of the feast of the unleavened bread 但如果我们再参考其他译本的时候 譬如简单点 NRSV 译本 它就会翻译为 On the first day of unleavened bread 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翻译译本里面有一个分别 少了一个fast这个字眼 这个不是偶然 不是翻译的错误 如果你再查Blue Letter Bible 甚至查希腊文的原文版本 的确是没有fast这个字眼在里面 这个字眼翻译为什么 和合本翻译为 或者用今天的讲法就是慶典 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特意在这里说到 只是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在犹太人的历法里面 是叫做无敲的年代 无敲的时段 这个时段 它刻意将它没有指明是一个节旗 不是一个庆典 只是提及第一天 所以你就要回顾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教了 这个所谓无敲节或者无敲 或者除敲的第一天是什么一回事呢 原来除敲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很深远的历史 是源自于出埃及的时代已经有的 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所谓敲的问题 不是只是从出埃及的时候才有的 不过我稍后再看看出埃及的里面说什么 在出埃及记的里面 其实讲到有关于除敲与及这个愉悦节 是一个重叠的节旗 为什么呢? 是记载以色列民昔日能够是赶及于 离开埃及的过程当中那种赶急的程度 免得在迫害的当中 所以他们在路途的上面根本没有时间去用敲 而这个历史的背景也都衍生到当以色列民进入到去 因他们住落之后 他们开始有他们自己的居所 有他们自己的锄造的时候 随敲就成为一种意义 谈论到一些不结的意思 所以他们每一年有一个过程 或者有一个日子叫做随敲的活动 去预备去迎接这个愉悦节 用简单点的说法 不是一样 不过类似好像中国传统 或者华人传统 过年前要有一个大数据一样 目的是甚麽呢 其实刚才我说过 我敲这件事不只是在出埃及记那里才有一个历史背景 早在《创世记》第十九章的第一节里面 就曾经谈论到有关于有两位的天使神人 来到在所多玛里面过夜 他们原本是在这个街头上承门前的地方 想着露宿的 但是罗德却是邀请他们回到他们家居住 当然罗德是因为很了解到所多玛城的可怕 当地的人 当然这些你看回《创世记》第十九章里面的经文记载得很详细 因为他们来到的时候已经很深夜的缘故 罗德为了招呼他们 于是说为他们制作一顿饭给他们吃 亦都用无酵的面团 来为他们做无酵饼给他们充饥 这个图画告诉他们 让他们知道烤其实是一个很常用的一种材料 是每一个人每一家人去做饼都一定会用的原料来的 因为烤的作用就是将一些很紧密的面团 将它在当中发酵制造一些空间 使得吃起来的时候 这些面包一烤起就能够胀大 能够容易入口 是这样的原本意愿 但是如果当我们去看看 如果用无酵的 即是无酵来做饼或者做面包 那件饼或者包就会非常之硬 你可以问一下我们教会的 喜欢煮食的 如果你不加酵 在面团里焗出来的那些是什么东西呢 你就会明白那些东西根本是不能吃的 焗出来不是曲奇饼 首先我要说明 不用烤在面团里面焗出来不是曲奇饼 曲奇饼是另一回事 要用很多牛油来将它 将面粉和用水开的一个面团 所以烤有一个很常用的意思 个个都用的 要好吃的面包一定要用烤的 不用烤做的不好吃的 而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及烤 我们要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里面上一节提及烤 已经是推翻到第十六章第六节的经文 那里是用烤来介绍到有关于法尼塞人和沙都该人的交道 让他们的交道用烤来形容比喻 意思是说法尼塞人和沙都该人的交道错误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 好像面团比烤所发出来的影响更大 我不懂怎样弄包 不过我家里弄了一个叫面包机的东西 原来放烤不够 那面包焗出来 跟着焗完就浪费电费 就是扔的 但是你放够烤 那面包发出来就挺好吃的 烟烟硬硬硬的 你放得多那一头 你就不单不想吃 而且你扔也扔不切 因为那一头包就像在吃法水的梳打那样一阵味 不好吃的 所以烤其实发得厉害那一头 它的影响反而是负面 而耶稣在十六章第六节里面 由马太记载来 是告诉当时所有人听 法利塞人和沙都哥人的神学 那种的牵连性 错的破坏性是非常之强 因为很容易听 很合听的 他们的神学 对你的河车 于是乎 河车明明是什么 拉二户的乐谱叫做 河车谱 对普 对你的心思 因为你有人的罪性 法利塞人最喜欢 就牵奏着你的罪性去做事 于是乎你就很容易受它影响 除敲的目的是什么呢 除敲原本的目的 就是要在平常 日日都这样做法里面的时候 你要留意这一件事 现在不再跟从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 第十四节至二十节 或者二十三章第十五节 都清楚记载到 他们要在亚笔月的首日 那么熟悉呢? 首日哪里讲? 这里就讲了 第十七节讲 要在除敲的第一日 就要做一个这样的活动 耶稣就在这个时候 趁着这个机会 重提回 为什么在律例典章里面 要有这个除敲的活动 安排在亚笔月之前要做的事情 因为亚笔月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上帝的拯救 如果一个人要在上帝的拯救里面 你必须要脱离在当时的社会文化 当时的什么社会文化? 当时出埃及 在埃及的年代里面 你如果要在埃及得以生存 你就必须要遷就法老的律例典章 如何移活 如果你要离开埃及 成为出埃及的一份子 得到上帝的拯救 你就不能够继续依赖思念在埃及的活动 在埃及有什么活动? 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 有一帮以色列民 他们去到这个路位海 或者简称红海的时候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候 他们在哀哉哭号 说是否坏了? 这位法老 我们好地地回到埃及里面 还可以吃和煮 是否? 他们眷戀着埃及的生活 后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过了红海或者芦苇海之后 又没有水喝 又在吵圈巴斗 又在说我们又没有食物 又不能喝 不如我们回到以色列 以前我们早早迁去的埃及地 以色列搬到埃及地 在那里 那里至少还有有鱼 有肉 有菜 我们不肥回去 旧有的思念仍然在纏扰着 在这种种旧有观念去纏扰着的时候 耶稣就在这里重提这件事情 趁着除敲的第一 不是一个节旗 因为这不是一个庆典 在前文我们已经说过 犹太人的公会他们却是整个的事情 是一个庆典 在第26章第4节里面 他说要捉耶稣 是我们一定要想捉耶稣 怎样治他 不过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在这个节旗的日子搞乱当 因为这个时间是我们快乐的时间 耶稣是如月 为一个拯救 犹太人公会 以及众多的民社会的风气 认为这是一个节旗来快乐的 来开心快乐的 耶稣于是乎 他要很清楚地告诉他 除敲的第一日 要做什么 你们要做一些事情 不过这段圣经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耶稣直接叫门徒 留意一下 这段圣经是门徒主动去问耶稣 所以我们要明白到 门徒的特色是什么 是一种对上主的主动 当他明白到 到一个随敲的时段 他有些事情要做的 有些事情要做的 主动做的 信徒信耶稣 其实你问我 做牧师的 我知不知道 谁真是信耶稣 谁不是信耶稣 很简单的 一个真信主的人 他很主动自动 会去知道 留意 怎样去侍奉主 他主动会来到 不如我们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好不好 比如在教会 他可能会走来 和牧者说 和同工说 不如这样做 会不会好些呢 是否需要这样做呢 他不是诸事八卦 不是想怎样 而是他 这种是他的生命力 不是要踢一脚 要等牧师 或者等教会主席 同工开会 我们要做 有些事情要做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件事 我们那个 那个 入口的桌面 有纸巾供应 有Tissue供应 是否牧师留意到 教会有什么 开会和同工会 谈完之后 同工我们需要买纸巾三盒 这样放在这里 至少我没有买 我不知道是谁买的 我不知道是谁买的 甚至不是教会公费 是大型指标职席带回来的 不过看到教会有需要 就带了 你有没有留意到 另外有 入口门口 有一瓶 sanitizer 哪个买的 哪个 不知道 我又不告诉你 谁买的 那些东西 自动自觉的 教会有些事情 教会有些事情 有些需要 有些需要 只是说有些困难 或者说给大家 或者你未必知道 有 我可以行 我懂的 就来做 不用推 不用追 我会自己做 因为这是你的属灵家 这帮门徒 来到这个 随敲的第一天 主动走来问耶稣 这个是他的生命 他问耶稣什么 你吃如月的延迹 有没有留意 这里有点点点的和合本 点点点就是什么 如月的节字开始 点点点 点到延迹 即是说这些字眼 是不存在在原文的里面 他们问的是 你要吃如月 什么 如月是什么意思 拯救这件事情 纪念上昔日 上帝拯救以色列民 从这个罪的世界 埃及的苦的里面 走出来 要我们在哪里 为你去预备 这里指哪里 他要问耶稣 我的主 你想在哪里 去进行这个 纪念的活动呢 如月整个的节旗 它们是包括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由亚不月的开头首天 先有七日的随敲的活动 然后再由第八日开始吃这个无敲饼 七日 那么旅血 即是已亡不可拥救 毕ivid仲虐 即是 这是上帝的拯救 代替了无敲遗 年述 osis 開始出埃及記的菌綁 然後怎樣呢? 一直這樣搜 而在過程中會再吃七天的無酵餅 直到最後有會慶 可以為期整個月的時間 然後有一個稱之為七七節 是一個豐收的慶祝 感謝上帝的大令 無酵是整個原本 將一個慣常的生活打斷的一個記載 所以馬太在記載這件事件的時候 他沒有把它記載為無酵節 而只是記載無酵的第一天 就是要將我們的焦點重新放回核心 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和平日慣常 日日用烤煮麵包煮餅這個活動 將它脫離開來 進入了一個好像艱苦的過程 不過這卻是一個拯救的機會 等於得蒙拯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是來享受世界的事 得拯救不是說所有困難解決 就得以拯救 說真的到今時今日的情況 你和我仍然在這個拯救的過程當中 未完全得到這個撤離罪的困難 因為我仍然會在一個罪的世界 所以我們不要期望現在在信主的過程當中 於是你所有的問題就會解決 於是你信了耶穌之後 你就會一帆封信 現在就虛虛心心地活下去 那些教會騙你的教會是怎樣做的 就是說當你回來教會之後 這是一個慶典來的 從今以後你的生活很開心 所以你回來教會是開心的 我每個崇拜都慶祝的 憑林伯蘭打鼓唱詩 有戲劇給你看 弟兄節目 我們仍然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裏面 我們仍然在出境埃及的過程當中 出境埃及的過程當中是甚麼 很舒服? 不是的 我每天都在等著這些馬那 等著這些鵪鶲飛來 不知道甚麼時候 總之定時 你要憑信去接受 你沒有這樣的隔絕 和這個慣常的慣性掛勾的話 你不將它打斷的話 不在這樣的地方裡面操練的話 你就很容易被這個世界 慢慢去純復同化了 門徒問在哪裡 耶穌就告訴他在哪裡 我們看看耶穌怎麼回答 祂說 你們進成去 都某人那裡 對他說 夫子說 我的時候快到了 我與門徒要在你家裡守折旗 這句話 眨眼看起來好像很霸道 門徒不要緊 我是耶穌 你入城 隨便去找個人 單聲 我大哥 不是大哥 耶穌 是你老師 現在要找個地方來開飯 首折 是否這樣 不是為什麼 看看 耶穌的回答是 你們進成去到某人那裡 這個某人 不是不知道哪個人 這個人 是耶穌和門徒都知道是哪個人 某人 馬太刻意不介紹個人給你知道 這種做法很熟悉 什麼時候見過 剛剛上一段經文我才見過 那個拿著一瓶 用玉瓶帶來的 很珍貴的乳香那個女士 那個女士是哪一位 馬太不告訴你 不告訴你 不是讓你心思思 而不告訴你 就是因為這個不是主子 當然我們在第卷福音書裡面 知道這個是哪個人 不過我不想在這裡再重複 免得你錯誤理解 耶穌在這裡說 你們知道是哪個人 你去到那家人裡面 某某那裡 你見到其中一個人 大家相識的 不是不認識的 然後你就跟他講 夫子這樣說這番說話 時候差不多了 我和我的門徒 想在你家裡 就要在你那裡守如月 有沒有折 畫本又寫得很好 點點點的折 我要和你一起守如月 耶穌在這裡 耶穌在不斷提醒 門徒 包括馬太 都捉到耶穌這個心思 但是一直提起如月的問題 如月是什麼呢 脫離是埃及的苦 真正人類的苦是陷在罪當中 如月的目的就是脫離這個苦 是怎樣能夠脫離這個苦 是靠順復上帝的命令 怎樣順復神的命令 就是如月 如月的做法就是 要在每個人的家裡的門尾上 塗上羔羊的血 上帝的靈就會妖過 不會殺這間房子裡的長子 然後怎樣 就在那裡守這個節 一起謹慎 等候上帝的工作 聖經道十九節說 門徒就依照耶穌的吩咐 去預備好這個如月 在一起 那裡的 兄姐妹 從這段聖經裡面 給我們看得很清楚一件事 耶穌用了如月這個題目 用了除敲這件事件 要用這件事 來教導每一個門徒 你們不要 仍然 仍要在你舊時那種思想 一直好像在埃及生活 對 你圍爐 不過你經常覺得 還可以找到餐吃 所以你覺得會好些 為何要走出來 去這個抗野裡面 離開這個 這麼正的埃及地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一個拯救 上帝要人得到拯救 也都要將那些 願意去得拯救的人 跟上帝一齊出來 你如果要 真的跟上帝一齊走出來的話 遵入到上帝的應許之地的話 那你就要跟平日不同 要過一個 無敲的生活 兄姐妹 這個是需要不斷去操練的事情 不是一時一刻一次的事情 門徒按照耶穌的做法 出去真是安排好這個愉悅的餐 這裡愉悅的過程 不是莫名其妙的這件事 他們心中願意跟隨主 所以上主就給他一個提示 我們有沒有同樣有這種 離開我們的 comfort zone 這種思想 或者是 每個教會都這樣的 回去也享受神 崇拜 叭鈴霆 令我們很興奮 靈性高超 好像很熟靈 很有感覺 好像以馬來來 那麼悶膽 經常解聖經 很乾燥 以馬來來的崇拜 又没有十人大乐队 牧师又不是样子好 你找阿周比牧师好一点 样子比牧师好 牧师的身体也不太好 不过胜在现在没有大外 厌紧 但我们看看 弟兄姐妹 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我回大教会很舒服的 不用用侍奉的 我进去 行出行入 没人理我 我唱歌又开心 又有冷气 回来以马来的冷气又冬那头 要么是热那头 那些热暖气 搞得又要走来挑招 教他 这间教会很麻烦 这么烦的 为什么出埃及 出埃及干什么 不出埃及最好 在埃及有鱼有肉又有菜 真的 好像麦当努卖汉武包 有鱼有肉又有菜 因为你要得拯救 你就要和这个世界脱钩 脱钩不是叫你离开这个世界 不是叫你自杀 而是你的思想行为 不应该继续 依附着这个世界的惯想运作 好 好了 这件事来到这里 预备好了 正常上了 正常上的时候 就说些什么呢 耶稣在这个时候 耶稣在这个时候 就提醒门徒 究竟现在有些什么 牵动着你的心思 在那里运作 简单来说 这段圣经是直接指向于 每个信徒 未来的生命生活 是用什么来主导 我们一起看这段圣经说什么 我们一起读到 20节 读到25节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直 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 他们就甚憂愁 一个一个地问他说 主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同我斩首在盘子里的 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和了 乃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 拉比是我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这段圣经有两样东西 我首先想大家 如果本圣经就是你 或者你是电子圣经的 你圈起它 用你的highlighter 功能 在APP里面 第一个就是 圈起在第22节的主 和25节的拉比 你圈起这两个字 你圈起它 第二个你要highlighter 要圈起的 就是最后那句 你说的是 你说的时 今天我们先讲头那个 迟一点点 我们会讲你说的时 OK 都会移到几后的 至少四五堂崇拜之后 OK 好了 在这段圣经里说的是什么 到了余月那晚 就是我们所讲的月中 是吧 那 门徒就和耶稣总共十三个人 一齐就 側身而坐 就坐在这个 在这个晚卓的事上面 不是巴黎奥运会那幅图 是耶稣当年 和十二个门徒坐在一起 在那里吃饭 在那里吃饭的时候 耶稣突然间就说了一句 很严肃的说话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实在告诉你们就是阿们 我很严肃 我阿们 所以你们阿们都要很严肃 不要说得又说阿们 阿们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牧者 或者一些大聚会 有些人在大喊阿们 阿们 他有时候都顺口说 我觉得他有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他说完两个字 阿们 那句字又阿们 其实阿们不是随便用的 你听清楚那句话 会心有同意 绝对同意你才好 阿们 OK 我不怕告诉大家 有时候我出去听 所以我不是很想出去听 一些灵会 有些灵会 有些灵会说完 说话错得太重要 他祈祷我 阿们 阿们 我不是阿们 旁边又听我不阿们 那我又牵动了旁边不阿们 那我免得 免得 免得被人说我搞乱了 那个墙 但是有些事真的不阿们 你就不要阿们 是大兄姐妹 好了 耶稣说我阿们 来跟你说 说什么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 嘩 喂 吃吃吃吃饭 说一件这样的事出来 耶稣你 你 是什么事 有人卖我 卖我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希腊文的里面 卖我这个字眼 用了一个字 叫做paraditomi paraditomi 什么意思 dittomi 这个字眼 本身就是一件送礼的意思 paraditomi 就是para 就是意思 并住 比如奥运会 不是有个奥运会 叫做奥运匹的 是不是 跟着那个叫做什么 比赛 双残奥运会 叫做什么 para 奥运匹 是吧 什么叫para 意思 para 是不是双残 不是 para 就是并存 一同 那些是正常竞赛的 不过有些残疾 我们都同样比它竞赛 para OK 就是这样的意思 平衡 parallel 知道吗 这个英文字吗 就是从para 这里来说 好了 他说 有个人要出卖我 paraditomi 这个字眼 除了翻译为出卖之外 这个字眼有很多重的意思 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到 有一份很强烈的意愿 在一个人的里面 成为它一个很重要 不可缺少的想法 而它一切所有行为 都要按照这个想法 或者这个意愿去作出筹谋 所以简单一点 paraditomi 这个字眼不一定是指出卖 而是说到一个人 很有一种强烈的私心愿望 他一定要跟随着这件事 去作出他的决定 和行动 好像那个很想买iPhone 那个为了要有钱 不过自己又没有钱 于是乎就去卖一个信 然后去买一部iPhone 突然会跟我查证一下 究竟有没有真实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说没有这种意愿 这种买iPhone 买神买iPhone的事情 你就想想 你自己 有多少你自己个人的意愿 是影响过你自己 每一样的行动行为呢 譬如一个例子 譬如 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那些牧师讲到 有些兄姊妹就投射在牧师身上 或者你身上 假若你想想 有一个人在拍拖 他很喜欢一个男孩 或者很喜欢一个女孩 但是大家一起是同事来的 你会不会留意到 这些情况就是 这些同事 常常都会在他 喜欢那个女孩 或者男孩的身边路过的 那你问他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需要的呢 可能他根本有不同位置 不同部门 可能根本走 都未到那个位置 不过 为什么他经常会路径呢 就是因为他心里面 经常想着那个人 当你喜欢那个人的时候 你就经常都想 走近他一点点 所以 如果你跟你的配偶 开始不太对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经常想跟你走远一点 为什么笑 有些结束分 死开 你又遇过 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那些 弟兄姊妹 一个人有这样的欲望 耶稣提了这件事 其实不是要去指证 哪个人要出卖他 不过他只是说了一个事情 一个事实 将会发生 因为这件事 耶稣在先前已经说了三次 有人会出卖他 然后将他卖给文士祭司法尼赛人 会如何虐待 欺弄耶稣基督 然后将他致死 第三日复活 耶稣说了三次 这个预言 于是乎耶稣说了这件事出来 出卖我的 有一个在我们当中 其实耶稣想说一件事 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 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个人意愿 要去实践在他身上 这个人于是乎在这个时候 利用这个阶段就是什么 耶稣在哪里 可以出卖他 赚取三十块钱钱 哪里说 刚刚上面那段经文才说完 第十四至第十六节 马太不是随便说些东西 不是顺便说 当秘笔不是这样 耶稣说回这番说话 他特意记载耶稣这番说话 是要提醒一群门徒 耶稣知道在他们当中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有一个人在你们中间 会卖我 于是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个个都觉得非常优秀 优秀这个字眼说得好像很感性 其实这个字眼可以翻译为很困扰 很fustrated 很难明白 于是乎在这么困扰的时候 他们一个又一个不断去问耶稣 请留意和合本圣经译 一个又一个 在原文圣经也翻译为 one after another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向耶稣表现一次 说什么 他们说的那句话 我在一起读 主 是我吗 每一个都走来和耶稣说 主 是不是我 其实这句话在原文圣经的翻译 译得更漂亮 应该是这样翻译的 肯定不是我掛主 肯定不是我掛主 他自己也有些犹疑 不是我掛主 十二个门徒 十一个一个一个来问他 都是问这句 不是我掛主 主耶稣在这个时候 说清楚一点 不过他说了更好似更乱 说什么 耶稣的回答说 和每一个都这样说 和我斩首在盘子里的 就是他要买我 人子必要去世正欲 经上指着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和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这个所引用的经文是出自于 以赛亚书53章7节至第11节 讲及到有关于这个人要出卖耶稣 但是这个人出卖耶稣的人 其实他下场都不好 所以他的遭遇 他的待遇 宁愿他不曾经出世过 反而都对于他来说是更好的事 耶稣到这一刻都还在关怀着 这个会出卖他的人 耶稣不是想他死 耶稣不是想他出卖他的人死 耶稣其实看到这个人 都觉得有一种痛心 但没办法 这个人生所有想的东西 都是为了自己 因为他自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只要出卖了耶稣 我至少拌回30块钱 用上星期我们计算过的数据 至少10年不用拌 人生有了10年 10年不用拌 其实不用拌多闷 有时你想想 你在家里没有工作的时候 是否很闷 不知道了 你自己想想 当耶稣这样解释了之后 这个人走来和耶稣说 马太知道谁出卖耶稣 所以马太在这里指的是12个出来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 马太一指众的说 给大家知道 这个人是卖耶稣的人 不过 每个都知道他卖耶稣呢 肯定是不知道 肯定是不知道 知道 怎会知道 每个都和耶稣在桌上 在桌上 在桌上 在盘上 怎会知道 其实其他福音书有介绍 不过我不想详细说 其他福音书有介绍 那些门徒以为这个出卖耶稣 其实最后以为耶稣叫他做事 不是叫他出卖耶稣 不是以为他去出卖耶稣 这些不在这里说 不在马太福音的事情 不说了 没有人知道耶稣说 根本不想知道 哪一个要出卖耶稣 不过这个人 他说话我们要看 我们一起读一下他的回应 好吗 第二十多节 我看不到 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看卖耶稣的犹大 点问耶稣 拉比是我吗 留意一下这句话 我们都这样翻译 不是我吧 拉比 拉比是什么意思 拉比是老师 拉比是一种什么的陈述 如果我们 揭述到马太福音 第二十三章 我们一起看 好吗 第二十三章 第七至到第八节 好吗 我们看看耶稣如何回应 当时一班民事祭司 他们平日的表现 是如何 找到之后 我们一起读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第七至八节 一起读 称呼他为拉比 称呼他为拉比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 你们都是弟兄 什么人喜欢人 叫他为拉比 又喜欢人在街上问他 希腊文 拉比 什么人喜欢 民事 法利在人 最喜欢人 跟他在街上说 拉比 老师 虽然我很害怕 那些人在街上说 莫斯 那我就死了 什么事 什么事 很害怕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种是一种 不信主的人在街上 你好 我好 不过我又要尊称你 给免你的时候的称呼 拉比 耶稣在这里 声明不要叫这帮门徒 要向往这种态度 再一次提醒 要和这个世界有明显的脱钩 大兄姊妹 问题在这里 中门徒 即十一个门徒 问耶稣的时候的问题就是说 不是我吧 主 是唯独这个的 家略人犹大 卖耶稣的就在这里说 不是我吧 拉比 很明显就看到 这个叫拉比的说法 就反映出这个说话的人 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状况 原来卖耶稣的这个犹大 是向耶稣 一类对耶稣不是一个主和仆的关系 而是向耶稣只不过在一个市场当中 大家给面派对 说一下 老师 有时我自己想回 好像我爸爸 我以前小时 常常出店铺 帮忙坐在店铺 看店铺 摆街铺 怕被人偷东西 爸爸常常叫我 你没有东西做 来看店铺 看店铺很闷 有什么好看 最好 那些行家走过来 就见到我爸爸 就说老师 其实我心想 有什么小事 都是摆街当小贩 不过 个个都叫老师 我见到我爸爸 又跟他说 大老师 你又来有什么帮衬 当然大家说完一轮寒圈之后 说完都是没有傍尘 这叫吹水 是吧 鸣姐妹 吹水就是这样 你不可以叫我做牧师 不过你不要随便 见我又牧师 又在街上 牧师 我怕死全家人不知道 是吧 不用的 你随便叫我牧师 没问题 对不对 但等一下 明显这个家略人 有大的心 一直是营绕在这些金钱的上面 所以耶稣一开始说 这个满心有强烈 个人意愿 在不断囚谋的人 他从他的说话里面 都暴露了出来 他是怎样跟我一份的关系 从这段圣经的时候 耶稣最后的回应 只不过就把真相说了出来 他说什么 你说的事 是你自己说出来的 这句说话后来 在一个很出名的人的口中 亦都被耶稣这样平定 那是一个大祭祀 是一个大祭祀 美国主义 每一天都被耶稣 都被耶稣 都被耶稣 自己的想法 这个不出奇 人有時有很多種想法 我們要承認 好像這群門徒當中 有些人來跟隨耶穌基督 就是想搞革命 有些人想來跟隨耶穌 又想將來耶穌的國度裡面 可以你成為我兩個兒子 可以坐在你的左右 彼得更加不用說 彼得簡直是想跟耶穌基督 做大弟子差不多 可以做耶穌的左右手 成相差不多 每一個都有自己的想法 不過 每一個的想法當中 都未想過想利用耶穌 出賣到他至於死地 然後成為自己 在狼中得到一些益處的目標 就是因為他們仍然視耶穌為主 唯有家裡人又大 視耶穌只不過是市場裡面 其中一個同工 一起攪拌世界的其中一份子 我不出賣你 你會出賣我 他就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他就先下手為強 去跟人談好三十塊錢 告訴別人 聽耶穌在哪裏 我會適當時間把他教人給你 弟兄節目 經文講完了 想確認些甚麼給我們知道 每一個人 心目中都有一些想法 不奇怪的 有人想信耶穌 因為上天堂 不是一件錯事 但是如果你只為上天堂 而信耶穌的話 你就失去了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跟上帝建立這份關係 如果祂是你的主 祂自然會帶你入天堂 你不需要擔心 即是好像 我回到家裡 在香港回到家裡的時候 我怎麼會懷疑到我父母 不會好好接待我呢 每一次我回到香港 就算我上一次回到家裡 我媽媽不妥也好 他在家裡煮湯給我回來 因為他知道我喜歡喝湯 弟兄節目 這些順理成章 雖然我們如果 我只是為了一些利益 想得到甚麼東西 然後才去信耶穌的話 你很容易會跌入了一個 家裡人猶大的思想 不過不要緊 耶穌在這裏糾正過來 所以馬太要把這段聖經 寫出來 告訴你和我 我們有沒有在這個過程當中 嘗試學習 和我們一向一貫熟世的觀念 把他脫勾出來 然後和上帝建立一份不離不棄 認定相信他的拯救 這份關係 如月就是這樣的目的 所以這段聖經 是要把這個主題 提出來給我們知道 讓我一起和心底頭讀過 慈悲父神 多謝你給我們在這段聖經裡的學習 感謝你 你將你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 同意今天上帝你在這個世界的作為 不會隨波逐流 相反的我們學會怎樣 在一些不適當的熟世的觀念裏面脫勾 從而有一個更清楚明白 在這段聖經的教導 上帝深思意念的靈性 逐步在我們生命當中成長上來 求你的幫助帶領 幫助我們每一個 我們是會有軟弱 去有錯想的時間 但我們知道 你仍然不離不棄地教導我們 多謝你今天這段聖經裡的教導 求你的帶領 討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性的命之以求 阿門